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年輕的一身舞藝的阿斗 中學畢業後才正式學跳舞 不過先學的不是街舞 而是著士舞 以前學會Jazz之後 就開始發覺不適合自己 因為我的身形問題 可能也是 她說著士舞除了著重技巧之外 亦講求優美的人體線條 身形比較細粒的她 曾經因為失去演出機會而心灰意冷 三年前在一次跳舞表演中 被一名街舞者的舞姿吸引 於是嘗試學跳 阿斗說街舞精神是流露自我獨特個性 不會受身形和外表局限 感覺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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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自己 很free 街舞的精神都是 表達自己 不是去copy人 不是去copy人 因為街舞文化主要主張 就是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一圖 有自己的思想 有自己的感覺 阿呂你拿劫 阿斗學跳舞的時候 日頭要上班 晚上要兼讀大學 這樣的生活持續了三年 其間還要面對家人的反對 街舞就是一個街字 已經想起街童了 一般人的心目中 他們經常都沒有工作 不回家 不讀書 經常在街上流連 如果要認識那班人 我女兒跟他玩 我又怕他會影響他 他自己都會放棄自己的目標 阿斗曾經試過要預備比賽 有兩三個月 平均每星期有四天 練舞練到三更半夜才回家 他回家後 我就說 你不要再… 三點多 三點多 我說你不要再玩了 我說你以後不要再玩了 我說你現在做事很重要 他說我不是玩 他很生氣 他說我是認真 我是好喜歡跳舞 爭取吧 抗你力真 表明我真是好喜歡跳舞 我是不會放棄 到底阿斗的媽媽最後 為何會由反對到支持女兒跳街舞 而阿斗又是怎樣帶著家人的支持 在香港跳舞界闖出名堂 請留意5月27日播出的 就是街舞者說故事完全版 和你繼續說故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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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